之前我们讲过多年不上朝仍然能够把握朝堂的家庆皇帝朱厚聪 今天我们来讲讲他的孙子 30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朱义军和万历三大争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 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 朱义军明朝第13位皇帝 明目中朱载记第三子 在位长达48年超过了他的爷爷朱厚聪 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有长的就有最短的 最短的就是朱义军的长子朱长洛 在位仅仅一个月就隔屁了 朱义军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和他爷爷一样 不喜欢上朝 还有就是万历三大争耗费了国力 致使明朝灭亡 其实不然 他不上朝不代表着他不关心国事 要是他真的啥都不管 他能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吗 有人就要说了 他还不是沾了他老爹的光 还有张居正这些个臣子 他们为他打理好了一切 那张居正去世后呢 他如果没有手腕的话 他不上朝怎么把握这些坐稳朝堂的 明清两个朝代因为接近 而且差异巨大 经常被拿来比较 其实吧 清朝也就没几个皇帝能和明朝比 前面的比前面的 清朝比不过 后面的比后面的 清朝还是比不过 就算把乾隆拿来和万历比 他都比不过 乾隆难道不是沾了他累死的 阿玛雍正的光吗 康熙去世前还留下个烂摊子 给雍正收拾 结果现在全是康乾盛世 要是没有雍正 清朝能有盛世吗 民族气节这一条 明朝的皇帝可以做到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清朝的皇帝们 又有几个能做到的 为了做兽 可以贪污君饷 当然 明朝也有人贪污君饷 但是他们打赢了战争 这就不一样了 不过万历皇帝的 萨尔虎之战 还是输了 我们再来说回到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刚上位的时候 年纪还小 前十年基本都是在 张居正正在进行改革 万历学习 毕竟在他爷爷的时候 国家被祸祸的差不多了 他爹 龙庆皇帝上台后 算是把国家给稳定下来了 主要是省钱和用人 最最关键的 还是用了张居正 但是他身上有伤病 在位六年就去世了 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的十年 你说张居正是皇帝 那也不过分 万历皇帝从思想和行动上 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 推行新政 而张居正推行的新政 扭转了当时明朝的局面 清杖田姆一条边法 使得明朝恢复了一点生气 但是在万历皇帝成年后 他发现张居正的确是 权力过大了 但是为了国家 又忍了几年 在万历十年 张居正病逝 朱义军亲政 张居正的改革 触及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在张居正死后 张居正相关的人被清算 朱义军亲政后 做的最大的事情 就是万历三大争了 先是蒙古人巴拜 叛变引发的宁夏之意 巴拜是降将 投降之后呢 靠着战功一步步升上来了 后来巴拜凭借着战功 渐渐地骄傲起来 认为自己天下无敌 就起了反心 而且和巡抚党心不合 党心还扣押了他们的军饷 巴拜就用这个理由 挑唆手下军队和自己谋反 后来党心和冥夏总兵被杀 巴拜还将不愿和自己 参加叛乱的人杀死 打下多座城池之后 准备和蒙古人合作攻打明朝 万历皇帝命魏学增前去平叛 本来打得顺顺利利的 巴拜被打得在宁夏城中坚守 但是魏学增 却中了巴拜的诈祥之计 拖延住了魏学增 巴拜的叛军还抓住了庆王一家 将庆王一家杀害 庆王本人被绑到了城墙上 来威胁明军 朱义军见九宫不下且消耗巨大 就将魏学增革职问罪 换人又调派精锐部队去到宁夏 万历时期的明将 李如松和马贵登场 他们又将巴拜打到了城里 归缩了起来 他们选择燕城 又派人到城中实施反监计 最后叛军开门投降 然后就是朝鲜之意 封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 就想通过朝鲜来攻打明朝 想要以此来建立一个浮原辽阔的大国 说实话 他想打明朝多半是昏了头 可能他感觉倭寇都能对明朝造成威胁吧 我这统一了日本的正规军 打下明朝也不是什么大事 在他出兵之后 可以说是光速拿下了朝鲜全境 朝鲜就差一丝丝地方没有被打下 朝鲜国王李延是沉迷酒色 十余五倍 政治贪腐 军队望风而溃 朝鲜的军队就李顺臣的水师还能打仗 其他都是一出即溃 李延就请万历皇帝出兵嘛 朱义军就派祖承训领兵出征 但是呢 朝鲜方面请别人出兵吧 还不把什么东西提前准备好 朝鲜将军还想和祖承训抢指挥权 军情信息工作也没做好 粮草也没有准备好 加上祖承训等人轻敌 明军兵败 朱后朱义军又派李如松加上各地军马救援朝鲜 为了解决最重要的粮草问题 李如松进行了设计 攻打平壤的计划 元朝明军是英勇杀敌 击败了平壤的小西行长 取得平壤大捷 解决了粮草问题 扭转战局又连克输成 不过之后又因为李如松的错误指挥 明军在毕体馆受挫 毕体馆虽然明军输了 但是也却把日军吓得不敢和明军在野外交战了 之后朝鲜军队和明军合作击退日军 李如松改变战略 烧毁日军的粮草资重 日军没有办法 只能撤退到釜山地区和明朝谈判 李如松方面也因后勤跟不上 明朝就答应了义和拖延时间 风尘秀吉提出了 明日和平条约七条 远嫁大明公主为日本天皇后 发展明日贸易 明日两国五官永世盟好 京城及北部自道归还朝鲜 南部自道割让于日本 朝鲜宋义王子至日作为人质 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 及其他朝鲜官吏 朝鲜大臣永世不叛日本 这属实是昏了头 要是这条件晚个几百年 给慈禧和凯申看见 这条件怕是要笑死 毕竟对他们来说 这的确是很好 风尘秀吉提出这种条件 主要原因还是两边语言不通 明朝代表沈维静 先前和小西行长的谈判中 悠悠转转 就是很复杂的 让风尘秀吉以为 明朝示弱了 他才提出了这七条 放在现在让人看了想笑的东西 沈维静自己有感觉不妥 犹如天朝颜面 就改了诏书 让日本成为明朝的蜀国 最后是朝鲜 把风尘秀吉的七条 给了万历皇帝 沈维静和兵部尚书十星 被问罪下狱 仗还是要继续打的 明万历二十五年正月 风尘秀吉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 在二月明朝商议决定后 再次救援朝鲜 以麻贵为总兵 统帅诸步前去 刚开始明朝和朝鲜 一起被打得连连溃败 明军就一直增兵 在陆战海战 凭借强大的火器和英勇的士兵 得胜归朝 1599年四月 明军班师回朝 最后就是波州之意 波州位于川桂鱼之间 山川险要广袤千里 杨氏世代镇守这里 在明洪五年间投名 在万历十七年的时候 都指挥使杨应龙公开造反 明朝没有理会 之后杨应龙越闹越大 明朝才派兵评判 经过140多天后 名将李华龙的人 把杨应龙击败 杨应龙尸骨被剁碎 其他主要反叛人员也被处死 波州也不在杨氏一家手里了 彻底归到明朝朝手中 万历三大争是至此结束 这三次战役可以说是 明朝最后的荣光 不过荣光过后 就是明朝的灭亡了 明朝的官僚队伍中 党派林立 什么都有 东陵党 宣党 坤党 齐党 浙党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管国家死活的 那么大家对万历三大争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个关注 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 请准备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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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朝日室